LAYO 了世紀天心露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 朝鮮人對上馬力人 這場比賽是軍法山的遊牧地圖 OK 那這場比賽並不是軍法山的比賽 而是HERA找天才少年LIMIT 做一個練習賽 結果一開局怎麼兩邊蓋在隔壁了 好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朝鮮人 朝鮮人擁有軍事單位的木材消耗減秒 但是工程其實不是算 但是這個算法是也算在海軍上的 所以朝鮮的木材減免也算是蠻多的 朝鮮人他最大的特色還是他的馬戰車 這個馬戰車算是機動性版的波西米亞戰車的感覺 馬戰車他的打法非常犀利 你可以到處燒 但是移動速度稍微慢了一點 但是移動速度還是比波西米亞戰車快一些 朝鮮人他的開局一樣就是要五個人先伐木 然後趕快去補下第一個馬頭 開始按第一哨漁船 那朝鮮人的打法後期主要是打工兵單位 因為他每一升級都有免費的工兵鎧甲 後期雖然他有大落馬 但是沒有三級馬牌也沒有三級貢也沒有品種 所以有大落馬這件事情 算是蠻奇特的 那朝鮮人後期的劍塔會自己升級 每升個時代劍塔都會自動升級上去 而且到後期點下螢光技術一層科技 就可以讓自己的劍塔變成射程至遠的劍塔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瑪莉 瑪莉這裡的文明呢 算是蠻好的 我個人覺得瑪莉一直都是處於T1文明 因為主要是因為他的挖金的效果速度 是非常厲害的 不然你是要挖久一點或是挖快一點 或是攜帶黃金數量他都有一定的加成 所以他在打海戰或是陸戰來說都不會到太弱 那瑪莉他有個問題 他到帝王世代的彪悍精神才可以顯現出來 這個騎兵上的傷害優勢 所以前期還是要盡可能打黃金兵 例如這個工兵騎兵或是僧侶 都是非常適合瑪莉人的一個戰術 那瑪莉人後期打法會比較偏向於走騎兵路線 步兵路線 工兵路線雖然有強奴也有拇指環 但是沒有三級射 所以瑪莉強無這個打法 是屬實少見的一個戰術 那瑪莉人在後期海戰也有缺陷 由於沒有三級射的關係 雖然前期有挖金之力 可以爆出大量戰船 但是後期沒有三級射 就是弩炮戰船的射程非常短 只能靠火戰船或是爆破船 作為主力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經濟打法會怎麼打 那沒意外的話 HERA應該是要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挖寶蓋馬戰車 那天才少年瑪莉 這邊是要趕快升封箭時代 來戰船 然後配試劍場 然後去控制住朝鮮這邊的金礦部分 會更適合一點 好兩邊都有自己的 這個升級目標跟戰術目標 需要去處理的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 瑪莉這邊是不是先升封箭時代呢 好的 結果HERA先升封箭時代 反而不是先打直層 HERA這邊先打封箭時代有個好處 讓他封箭時代就可以蓋箭塔 給對方壓力 反正自己的 這個黃金喔 這個石頭挖得很快喔 而且有封箭時代的話 也不太容易被對方控石頭 或是控黃金的一個問題 這精英跟箭塔就能搞定 好結果瑪莉這邊還沒有點封箭時代 這邊是打算打一個23加2 打直層 結果瑪莉反是打直層 HERA這邊是打封箭 那打封箭的話 戰船一定要按著吧 好 有按戰船 好這邊已經看到碼頭了 這個羊應該是有看到 這個不是羊 這個是豬 好瑪莉這邊是直接一個大暴圍 把游牧當阿拉伯再打 OK有想法 這個阿拉伯 我玩的特別有趣 尾的也太大了 但是這個岸邊是不能蓋建築物的 所以最後 如果對方想要溜過來 還是能溜進來的 到底這個維加有沒有料呢 好這邊移上去 點一下了市集跟兵工廠 HERA戰艦已經來到了四艘 四艘戰艦兵分兩路 下面上面都有戰艦 好看一下中間這個位置 會被抓到 看到第一艘了 好點掉 漁船想要往後逃 但是往後逃 守株待兔 看到了看到了 漁船想要逃 我就追 好瑪莉這邊升到了城堡石帶 那HERA這邊呢 是還沒有辦法升城堡石帶的 開始挖石頭 但是沒有封建開始插塔 空圖喔 但是相當亞莎系的 溫柔的打法 那瑪莉的漁船已經全部被消滅掉 瑪莉這邊升石帶 大概會有這個科技上的優勢 要不要先點個奴炮戰船呢 還是要直接挖寶 直接跟朝鮮的TC對蓋寶 好 這邊一升上去 果然要來蓋寶 壓在你臉上 直接請你吃大橫寶 你家裡我這麼近 你不升職城 那我就先職城了 瑪莉這邊是半汽海 但也沒有完全放棄喔 這裡還是有繼續出火戰船 好三艘出來就可以打了 但是這邊還是要提一個奴炮戰船 才要打算要出門 好這裡被壓爆 朝鮮稍微有點痛苦 這個TC應該是守不住 但是時代上還是能升級上去的 好這裡看一下升級 升級好了 要放出來了嗎 好放出來打架 直接開燒 瞬間燒掉兩個艘戰劍 朝鮮這裡一升到城堡師大 也是先補下了奴炮戰船升級 好上面有一艘火戰船 現在火戰船也是到處開燒 現在瑪莉人陸戰方面 是轉出了飛刀女獵手 那這個單位呢 有點像是西班牙征服者 但是他的缺點呢 是血量的少 很容易被攻擊手射歪 也害怕生女單位射程偏短 好但是馬戰車 是足以可以跟飛刀女獵手對打的 因為馬戰車有體質上的優勢 血量150滴血 你40滴血 甚至不到我的 血量甚至不到三分之一 再一次有機會 哇 那飛刀女獵手這個單位 算是步兵單位喔 所以縱火技術 對飛刀女獵手來說是有效的 所以如果飛刀女獵手控的好 拆這個十強速度也是很快的 好這裡輪炮戰船幫打 但是打戰劍傷盒也很高 飛刀女獵手還在秀 輪炮戰船配馬戰車 好這裡慢慢收掉 這些的馬戰車 魯炮戰船努力打 但是馬戰車打的有點歪 馬戰車要被秀光了嗎 剩下12滴 一發 哎呀打歪了 好正面沒有太大的改變 TC最後還是被打掉了 好馬力加里 現在暫時沒有開下太多的TC 只有雙TC HERA這邊也是雙TC 開農了 好飛刀女獵手 還是聚集起來 飛刀女獵手數量一多之後 是很容易秒殺馬戰車的 所以這邊HERA要小心 現在把自己的馬戰車數量 給堆起來會更好 這裡可能要再補個修道院 好這裡飛刀女獵手 撞到城堡 好這裡趕快下修道院吧 哪個聖物順便幫這些馬戰車補血 馬戰車在前期 造價是非常昂貴的單位 結果HERA這邊是單TC 而不是雙TC 那現在海域上來說 HERA有魚船上的數量優勢 那海戰上來說 HERA現在是有點難打贏的狀態 現在馬戰車 正面要打贏 有點痛苦 背刀女獵手數量有點多 好後方海域可能要不保了嗎 那HERA這邊可能要 找個機會 閃個農田 那魚船暫時還沒有被解掉 還可以再蹭一下 好戰船繼續出 但是一直是處於劣勢狀態 好上方這邊要燒可能很難燒得贏 好右邊有一推馬戰車 抓到了飛刀女獵手 左邊的部分一直想要偷打村民 但是確實也抓到了 好馬戰車從右側偷偷出門 看可不可以打到馬力一些村民 好家裡的石頭已經挖完了 現在被飛到女獵手 控制住後面的經濟狀況有點尷尬 這個黃金甚至也沒有辦法挖 好現在HERA正式斷金 看要不要來拖挖下黃金 這邊插個劍塔防守 也是可以考慮的 這邊也快要突破出去了 馬力人現在在家裡 看他有壓力 家裡要先補個修道院嗎 OK修道院先補一下 好這裡就死了兩村 HERA村民一直被偷掉 現在村民處是37村 對47村 村民差距10村 好這裡繼續用飛到女獵手 再防守 飛到女獵手只要控得好 馬戰車基本上就打不太到 畢竟馬戰車的這個傷害 奴炮的傷害是慢慢飛過去的 甚至這麼近都還打不到 唉唷打到了 停下來就尷尬了 不然讓對方抓到停下來的時間 好這邊兩個TC 正常開農 但是農田開始被控住了 只能等生旅 好生旅出來了 著想第一時間生旅可能會倒 馬戰車直接往前走 瞬間點掉 但飛到女獵手也是輸出 馬戰車的數量 達到只剩下少量的三台而已 但是後方有更多馬戰車 過來支援 這裡是有個洞的 這裡可以走 好後方馬戰車 好後方馬戰車又溜了進來 好後方馬戰車又溜了進來 馬力人這裡 沒有防守 這裡要收村 哇 直接走到城鎮中心裡 太狠了 直接控住你的撤退路線 好馬戰車開始被生旅加飛刀給壓制住了 那遇到這個情況 朝鮮轉奴兵可能會更好 更好打這個飛刀女獵手 跟生旅 不然就是要趕快早點點下彈道學了 好 那後來這邊繼續想要出馬戰車 畢竟要轉工兵的話 投資的科技也是蠻多的 還要升級個奴兵 還要量產這個射箭場 花飛木頭也是很多 那就不如繼續使用馬戰車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這裡要招搶到了 一艘 第二個馬戰車也順利招搶 最後是被招了兩台馬戰車 馬戰車已經開始直接開入城鎮中心 完全不怕箭矢 那飛刀女獵手不能停了 但是現在一直被控肉的關係 馬力人沒有辦法很好的穩定兩場飛刀女獵手 黑羅拉開始把自己的優勢慢慢打了回來 村民宿已經逆轉了嗎 六燒於52對55 再一點點就逆轉了 這裡拖蓋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一場游牧打的有點像是阿拉伯阿 雖然開局很近阿 但是兩邊都有維加 這算是阿拉伯...不是...算是游牧的一個... 算是新打法阿 通常大家游牧都沒什麼在維加的 那我覺得游牧還是維一下加會比較好 有可能沒有辦法全部防守 但至少會知道對方會從哪裡過來 那這個洞要趕快補一下會比較好 少年好像有沒有意識到這個洞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是他覺得這個洞是故意給對方過來的 比較好可以包抄對手 好這裡用早想雕馬丹車 拉回家防守一下 好瑪莉的挖金之力 這邊稍微買賣一下 可能就可以點下帝王時代了 這要早點點帝王呢 但是瑪莉這邊早點升帝王的話 應該...最有效的效果應該就是打這個... 生女配飛刀繼續出了 還有巨型頭C 待會生女轉印刷技術 瑪莉人也可以稍微反制馬戰車 好這邊繼續招 利用時代果然馬上補下了 好飛到右邊攔截 這邊馬戰車死了一台 好被逼退 哇又被抓掉了一台 好這邊看到瑪莉這麼少 飛到女獵手 黑蘭應該有意識到這傢伙應該是點帝王了 不然飛刀努力手數量不應該這麼少 照理來說城堡時代要繼續爆飛刀的話應該會有二三十隻喔 可以說是一發就可以收掉一隻馬戰車的威力 但是瑪莉卻沒有爆出這麼多的飛刀努力手 那十隻八九就是生帝王了 黑蘭應該有察覺到 後來這裡也買賣一波 想要生帝王時代 好時代升下去 那現在彈道雪衣喔 那帝王時代的朝鮮人 要打飛刀努力手 打法真的是不太容易 除非要轉弓兵 不然就是要轉這個 投石車 那朝鮮人投石車也是射程最遠投石車的文明 不然就是用這個大型劍塔 塔推 都是針對飛刀努力手的一個打法 朝鮮人這裡補下了一個跟蹤技術 增加一下馬戰車的移動速度 現在有彈道雪了 馬戰車不太會miss 右邊再開個TC 這裡來著想 三隻馬戰車 就是往後拉了 好果然一上去 先升印刷技術 果然是要靠生旅跟巨頭先推進 現在上到這個階段 要繼續量產馬力的飛刀努力手 數量上削弱跟黃金 好 點下了神拳陣子 有印刷技術 就可以增加生旅的招翔射程 可以來到12點 現在是9點 好 開始打進攻戰 那馬力這邊化學也要找個機會點下 火砲趕快先點 不然待會 朝鮮有火砲的話就會難受了 不然就是要點這個救贖思想 去著想一下對方的封城系 好左邊繼續開TC 兩邊村民術 目前是HERA暫時領先 好有城有一波 偷偷開過來 抓到了一些村民 但是要被著想掉馬戰車了 讓他馬戰車被招掉 有點虧 而且這是招到蠻血的 幾乎蠻血的馬戰車 馬戰車直接上前 手撕巨型投石機 這邊有點硬要 聰明應該有機會可以修得回來 這邊要不要改點聰明呢 這裡選擇放棄 最後還是被底掉了一台買戰車 巨型投石機拆不到一台的話 化學現在補可能也來不及了 一分半的時間其實有點長 因為還要算火炮生產時間 馬力人這 應該是可以順利把城堡給攻城下來了 後方的馬戰車還沒有解決問題 還在偷抓村民 好這裡要補個三級射嗎 好三級射趕快先補一下 化學三級射前程科技 馬戰車路線沒有絲毫減弱的跡象 那馬戰車這個單位也可以靠戰毛兵來打 如果馬力人這個經濟炸裂的話 之後可以轉戰毛兵去反制戰車 而且馬力人有三級弓兵甲 雖然沒有三級射 擋這個馬戰車的傷害 戰毛兵是很有承受能力的 好遭到了一隻馬戰車 躲掉 扭腰 巨型投石機四台 現在暫時正面來說 朝鮮火力比較強 所以馬力人不太敢把巨型投石機往前降 那後方這個馬戰車還在多線騷擾 馬力人村民樹一直被 控在六十幾隻村民樹 抓一隻 又有可能被著想嗎 有前程科技 可以再擋一下 好巨型投石機往前了 他覺得自己的生女數量夠多了 現在要著想不會輸 現在TC 著火的關係不能收村 不能收村 就意味著生女不會被TC給射到 這裡招牆到了五台馬戰車 六台 哇這個手速非常快 被動物獵手正面硬扛 又招到了一台馬戰車 馬戰車的數量明顯下降 HERA只剩下八台 馬戰車現在有七台是綠色的 HERA這一波會被秒殺嗎 但是火炮已經出來 但火炮現在往前點 可能會被飛動物獵手給抓掉 這裡要小心巨型投石機 躲掉了 好馬戰車繼續往前 但生女還在招牆火炮 火炮很危險 閃掉了巨頭傷害 可以動物獵手趕快拉過來 抓掉這台火炮 要硬抓嗎 硬抓的話會有虧喔 不要硬抓比較好 好救出思想點下了 當然就可以招牆火炮 好繼續招牆 5塔馬戰車 哇 少女的手術真的是快阿 馬戰車都變成大部分 都變成敵人的了 好現在這裡 火炮被抓掉 再一發飛力刀搞定 還抓到這邊挖到法木鉤 阿力終於把 正面給突破成功了 生女招翔非常給力 右邊的承認中心 被斯坦馬戰車給控制住了 HERA的大本營開始受不了 被1分為2 左邊區域跟右邊區域 好這邊再找一下 這個沒有看到火炮嗎 這個火炮趕快找想一下 自滴火炮 哇沒有自滴 哇送了火炮給對手 才拆自己的大型劍塔 馬力人這一波生女戰打得非常漂亮 左邊這個區域可能要趕快吸拿下來 右邊這個區域可能先放HERA一馬會比較好 因為左邊這個區域離自己家距離比較近 而且大型劍塔一根一根又慢慢插起來了 好這裡要趕快靠生女去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現在HERA的馬戰車有點虧不成軍 數量不夠多 但是一直在瘋狂逼滴 後面村民又被抓到了 趕快收村 好下方這裡也是用馬戰車給對方壓力 好上方果然被突破了 這裡要趕快撤了 左邊不先壓下來 反而是家裡左邊區域會被一直 節節敗退啊 但這個承認中心也要拆掉了 但是HERA的村民術保存很好 還有88村 現在642對88 馬力人暫時劣勢 20村左右 現在HERA經濟非常好 看起來瑪莉好像一直順利進攻 但其實也沒有到非常順利 家裡的經濟一直被騷擾 比馬戰車甚至不管了 直接扛著傷害啊 好終於要招強刀了 好右邊這個TC最後還是拿下來了 好這裡飛到女對手有點尷尬 不管走哪裡都被大型劍塔給打 好這裡劍塔終於拿下 好快繼續抓這邊移動村民 這裡終於有一個大波的戰果 抓了非常多的村民走 好這裡直接手撕劍塔 瑪莉有機會嗎 有機會 但是大型劍塔殺人很高 應該是沒有辦法 打噴出來趕快繼續修 後面的劍塔繼續輸出 瑪莉村民下降速有點快 看起來瑪莉在進攻 但實際上她還是在損失村民啊 這邊村民雖然被抓掉 但村民術還是保持在80幾村 好這裡趕快再繼續蓋 要不要蓋個大型劍塔呢 好左邊的區域果然不空下來 就尷尬了 這個村民一直往裡面升叉 這裡劇情操實際要架起來嗎 裁著三根劍塔 好瑪莉人點下步兵鎧甲 好生女繼續招 哇這兩個字滴 非常漂亮 好這裡開始轉洛馬了 生女這麼多 不轉一下洛馬 說不過去 好啦這邊用僅存資源 按了一些洛馬出來 這裡補了兩根大型劍塔 第二根搖蓋好了 有石頭區 確定住 就暫時沒有問題 後方這些村民 控住了黃金 繼續升叉 這裡可以再拉個五孫 繼續往前叉 能控到農田的話是最好 但是如果控農田的話 巨型頭司機可能也不會輕易的讓對手拆 所以如果這邊要往前升叉 劍塔的話 後面要補下工程器製造所 產一些火炮 可以結實反擊 這邊的巨型頭司機 但還好瑪莉人是沒有意識到的樣子 好這裡再繼續開一個哨戰 看一下資源點有哪些 在後面又補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基地開始往右搬 成為了真正的遊牧民族 好巨型頭司機踩得很快 被刀女獵手在這裡防守 後面還有僧侶火炮又在左邊 偷拆城堡 完蛋了 HERA這裡火炮可能守不住 現在雙方都在進攻 右邊的大型箭塔已經拆光了 正面城堡 兩台火炮 兩台巨頭順利拿下 三級步兵甲還有護衛技術 也順利點了下去 好順利招翔 點一下 哇抓到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但是兩台火炮可能要自滴了 這個不自滴都要變別人的了 完蛋沒有滴掉 火炮趕快先拆巨頭 但是第一時間被拆掉第一台 第二台還是可以臨時反擊 換掉一台巨型頭司機 左邊輕起兵 數量上還有兩隻 趕快來砍一下生旅 再一刀 好 馬戰車全部收掉 瑪麗的生旅 生旅要重新開招 修導員趕快按生旅 但這一波交換之後 HERA也是有點慘烈 經濟不是那麼的好 兵力火炮全部喪失掉 瑪麗村民書 甚至反超HERA這裡了 HERA這邊的礦產還被控制當中 但還好右邊的區域還沒有被控制住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從後面直接開農 右邊這裡的村民 有看到金礦 要不要補一個大型箭塔呢 在這個位置 偷偷蓋 瑪麗補下了 鍛造技術 準備要來馬爆了嗎 沒有這應該是提升飛刀努力手傷害而已 畢竟這裡要馬爆的話 農田至少50片田 瑪麗還沒有大規模撒田的話 暫時不會有馬爆情況出現 好這裡繼續進攻 好瑪麗點下駱駝 結果還是要馬爆嗎 我還是在補農田喔 38片田 農田樹開始慢慢多了起來 好清騎兵過來解一下 結果怎麼在站崗 哎呀HERA的壞習慣又來了嗎 守衛 守衛模式啊 守衛模式沒有被攻擊就不會被反 就不會反擊啊 直接原地站崗 雖然護衛模式這個效果很好 可以讓技術兵 不會因為不受控制而送掉 但是如果自己想要送的時候 沒有切回來 記得要切回來的話 就會只會發呆而已 那這個城堡還是順利拿下來 雖然沒有清騎兵的幫忙 雖然城堡掉了 後面再補了一下 這裡可以打算補個碼頭 去補下魚船 也可以喔 暫時暫時這裡沒有事情 海域上來說也是HERA 暫時可以補魚的 如果HERA現在需要魚的話 一些肉類的 後面補魚是不錯的選項 好這裡果然補了一根大神劍塔 但是被瑪麗人抓到 好順利守司 後面的經濟還可以繼續挖石頭 好駱駝來了 哇駱駝一出關 馬戰車就難受了 好馬力人農田來到45片田 開始要轉馬了 好但是遇到大神劍塔 還是需要工程器 這裡要壓寶嗎 還是要來挖石頭 直接在大神劍塔的射程內 挖石頭 哎呦這個追星頭11 差一刀 好還是被拿下了 好這裡HERA有點尷尬 經濟有點炸裂 燒村反擊 這裡還要再繼續挖嗎 不太好喔 好馬力二級馬卡也提升了 三級馬卡 要不要考慮一點一下 先點了一個手推車 後面果然開始在插大神劍塔了 現在巨型頭11都在前方 HERA意識到自己是深入後方的好時機 HERA這邊轉出了縱光長槍兵 而且HERA這邊的槍兵 造價非常便宜 木材有截免 轉槍兵確實一個不錯的選項 沒有黃金 就轉槍兵 好這邊蓋好劍塔 但是聰明過來直接爆打 而且也不是連環塔 哇這裡尷尬了 後面劍塔只有這一根能射得到 也沒有收穿 應該還是很快就被收掉了 好這邊駱駝兵衝進來 被槍兵給戳爆 哇HERA打得有點極限 左邊的區域還有飛刀在控圖 但是撞到了城堡送光了 左邊暫時沒有更多的村民在偷挖 好這裡想來挖石頭 結果HERA在這邊有城鎮中心 不知道瑪莉人有沒有看到 好HERA這邊 再次把自己的兵慢慢推出去 這裡村民在幹嘛 怎麼在亂走 是要蓋塔嗎 蓋塔結果發現對方蓋寶了 快收村 正面槍兵趕快防一下 槍兵戳駱駝跟洛馬效果非常好 變成槍兵怪了 但是疾病的升級沒有辦法點下 右邊大石堅塔裡的村民被迫拉回來 好聖旅著想一下 馬戰車 槍兵開始戳了回去 朝鮮用大量的槍兵開始往下推進 少年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HERA最後是用控圖戰法 把瑪莉人給控死了 而且後期轉出了大量的槍兵 飛到努力手損失殆盡 沒有足夠螺火黃金 雖然還有這塊黃金可以用 但是這塊黃金並沒有撐太久 只能後期轉馬爆 或是到左邊這一塊區域去抓 挖黃金才行 HERA這邊也是打到黃金快要斷了 但最後還是順利拿下比賽 後期這一波有點關鍵 這波馬爆沒有打到太多村民 反而是跟HERA的正面槍兵 正面相接 反而損失大量駱駝跟肉馬 損失最後的機會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HERA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死無數了一些 但是黃金跟木材都贏了一些 石頭甚至贏了4000左右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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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 Kobe 帝玄